更改资料及办理登记续期 第一部分 更改资料 根据食物安全条例第612章 若登记食物进口商或分销商的业务资料有所变更 便需在变更后30日内以书面通知实环署署长 因此我们提醒你 你需要不实检视及更新公司资料以确保资料准确 在食物贸易商入门网站 FTP检视及更改资料非常简单 只需于主板面按食物商登记管理 再按更改资料便可 更改资料包括三个主要部分 甲步是关于公司业务的资料 乙步是有关货售权人和指定人员的资料 丙步是关于食物种类的资料 办理更改资料的手续很简单 举例说如果你想更改公司的通讯地址 只要按修改 系统便会提供新的栏位 让你输入新的通讯地址 完成甲步的修改后 你可按下一步前往一步 跟甲步一样 如果你想在一步更改或授权人 或指定人员的资料 包括新增、删除或修改上述人员的资料 你只需按相应的键便可做出修改 如果你需要新增人员 请谨记需预先准备该人员的身份证影像档 流动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这些必要资料 而对于业务是以合伙或公司形式成立 你亦需预备新增或授权人的公司授权书的影像档 提提你 在任何情况下 公司都需要有最少一位或授权人 接着来到丙步 有关更改食物种类的资料 如果你想新增、删除或修改这方面的资料 可按照以上同样的方法处理 最后在完成声明后 你便可按确认及提交 系统在完成处理更改资料要求后 将会向你发出电邮通知 第二部分 办理登记续期 登记食物进口商或分销商 每三年便需登记续期 若你已经开立FTP账户 便可在网上办理登记续期的手续 FTP同时支援网上付款 你可以无需再使用缴费单去缴付续期费用 全程均可在网上办理 首先你在FTP主板面点击 食物商登记管理 接着你会见到 办理登记续期这个键 这个键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使用 只会在登记到期日前的四个月内 才可以使用 我们建议你 借办理登记续期的机会 检视你公司的业务资料 查看是否需要更新 如无需更改业务资料 你可直接按办理登记续期 如你需要更改资料 请参阅本教学短片的第一部分更改资料 即按指示进行有关程序 在缴付登记续期费用方面 除了常用的缴款单外 FTP一提供方便快捷的网上付款服务 在完成网上付款后 你会收到一个交易参考编号 和一个包含登记续期通知书的电邮 这表示你已经完成登记续期的程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